真的氣到不行 當街怒嗆對方 因為發現他一度想要湮滅證據 原來眼前的這名偷拍色狼 在夜市拿著手機 對著女路人的重要部位 不斷拍攝 背拍女子發現不對勁 立刻上前質問 我刪掉啊 手機可以恢復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還以為刪掉就傳過水無痕 偷拍行為都沒人知道 不過女子親眼目擊 這名男子的相簿 都是路人的私密照片 當場被抓到偷拍 還說只是純欣賞 讓被害人簡直氣炸了 不過其實這個行為 恐怕無法可辦 在公眾場合拍攝 路人基本上 沒有肖像權的觸發問題 不過要是針對特定部位 進行拍攝 恐怕就會引發爭議 仔細一看 這名男子的相簿回收筒 不只有許多女性的私密部位 還有大量的成人清涼照片 雖然當事者的影片 早就被事先刪掉 不過這個行為恐怕有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 做一個單一一次性的拍攝的話 可能是沒有達到性騷擾防治法的程度 隨機拍攝這個被害人的大腿 或者是其他公眾可以看得到的程度 可能不構成跟騷的行為 但也沒有構成妨害秘密罪 那麼有可能是無法處罰 警方表示只要被害人提告 就會以規定受理 換句話說即使沒有拍到私密照片 隨機針對重要部位亂偷拍 還是得被罰辦 今天有您在意什麼樣採訪不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